欢迎听众朋友回到用心深呼吸 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南非 他是祖鲁族目前在慈祭大学公共卫生系 念四年级的林奇罗 曾就读慈祭在南非 雷迪史密斯原建第一所小学的林奇罗长大了 来到大爱台的广播部 娓娓道来一路求学的过程 而这段往事不止空中听得到 还能看得见 它是完全是数位化 可以借由一个平板的一个操控 等于是说虽然有一个实体的一个界面 但是呢带着平板就可以四处去做对控的一个状态 我们还有摄影机 那会透过一个简单的导播软体 也会呈现镜位的变化 从氛围营造 灯光设计 加入多角度的镜头配置 到全面数位化的器材 大爱广播电台 新的录音室 宛如一个小型的摄影棚 现在的广播有声 又有音 以往我可能只需要操控这个前面的混音器 推这个音量的高低 可是现在呢 我必须同时还要顾及在影像画面的选择 同时除了当主持人之外 还要当导播 还要当摄影师 1985年 大爱广播部成立 成为瓷记基金会第一个电子媒体 1989年 有了广播人正式加入 记录起瓷记早年珍贵的历史 2005年 走向数位化 成立大爱网络电台 朝向看得见的广播而努力 2019年 则大大提升影音设备 更重视视觉观感 还有网络社群直播 大家不但听得到也可以看得到 而且呢 有叙叙多多属于瓷记的珍贵的史料 还有现场的实况都一样 空中听得到 眼睛也看得到 你们看我问你小时候 可以让他现在的样子跟那个时候做对照吗 现场做对照 及时的影像投射 让听众更能胜利其境 2019年全新改变 将带给听众听觉与视觉的全新感动 大爱新闻 雷雅简缘集 台北报导 大爱新闻 雷雅简缘集 台北报导